一说超度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不是 非常熟悉吧 因为我们有的人曾经参加过很多寺院的超度法会 我们有的人曾经主动的到寺院超度我们的冤亲债主 妻室父母等等 也接住过做超度的这些衣归 超度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可以说是不陌生的 但是超度的含义是什么知道吧 超度从字面上来讲是超拔度托 超拔度托 顾名思义 就是从恶道把它超拔到善道 从轮回超拔到佛果净土 明白吗 诸佛的经法 经咒佛菩萨名号 通通都具有超度的功德 通通都具有超度的功德 超度的本意 就是通过我们念佛 我们修一切出世间的功德 通过拜佛通过诵经 通过忏悔等等这些 他们产生这种功德来回向给那王人 这他的本意 让那个王人 借着这种功德 而从恶道去善道 或者从轮回趋于了头 我们狭义的讲 就是把轨道的众生 叫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般是这样认为 一般是这样认为 所以他这个含义 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透 搞明白怎么回事 有佛弟子问 我爸爸去世二十年了 师父做超度能否有用 答案是肯定的 做超度是有用的 为什么 做超度必然有一定的内容 这里边的内容产生出来的是一种功德 或者我们念佛 或者礼拜 或者忏悔 或者贡要 或者诵经 等等等等 他产生了一种功德 这种功德回向给你爸爸 你爸爸虽然去世二十年了 他照常能得到这种功德 佛的提醒是无果界的 没有形象的 所以你只要发心 回向给我爸爸 好了 你爸爸就得到了 在这里一点要提醒大家 可能你爸爸 现在正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但是你他照常能够得到这种功德 明白吗 就像我们诵经一样 我们念佛一样 我们是活生生的人 我们诵经 我们念佛 目的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你因缘不成熟 不是说我一念佛就死了 对不对 我现在念佛 就是积累的这种功德 积累的这种福报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种消业的作用 产生了一种开闲智慧的作用 最后到临命中的时候 因缘果报成熟了 那么就能达到往生的目的 阿弥陀佛就能来接 不是说我现在念佛没有用 到临终再念佛才有用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我现在一念佛 阿弥陀佛马上纳着我就走掉 那么这个佛教啊 恐怕很多人就不理解了 所以我们正确理解 在这里我们知道 这个超度啊就是说 还是一种因缘 我们不能否认念佛的功德 我们不能否认诵经的功德 这个功德呀 一定产生 他都有出世间的功德 和世间的利益 他有他的善巧 他有他的妙用 但是我们超度的这个亡人 到底超度到什么程度 这就不一样了 诸多因缘 组成了这一个国 可能他从恶道 很快就往生善道 可能他在恶道 仅仅是得了点福报 可能 缘分殊胜的话 他就是往生习化了 可能他还借着 咱们回向的这种功德 他能挣国了 开闲智慧了 可能他借着咱们回向功德的这种因缘 他放下他的恶业了 既然是六道众生 响应的都有恶业 很多人莫名其妙的 立地成佛了 信佛了 很多人莫名其妙的 是停止他的恶业了 很多人是借着一种因缘 停止他的恶业了 是这样 你比我说 我超度念佛 回向给我的爸爸 我爸爸可能是人家的孩子了 人家的小娃娃了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了 但是我超度 产生这种功德 回向给他 能得到吗 得到 能得到这种利益和功德 不可能我这里念他又死了 是不是 他既然已经是某一道的众生了 那么肯定给他众生一个善根 肯定给他接下了佛缘 肯定能给他消除了过去的素业 肯定帮助他开闲智慧 等等等等 所以佛教的功德叫公不堂捐 因缘国报 好理不爽 这是佛教的一个理念 公不堂捐 也是佛教的一个词 公不堂捐是什么意思 你放生了 必然得到放生的功德 你应经了 必然得到应经的功德 你对佛礼拜必然得到佛经上讲的 礼拜佛你应 佛礼拜必然得到佛经上讲的 礼拜佛你应该得到的功德 叫公不堂捐 你不想要 不想要也有 不想要也得要 不要不行 为什么 因缘国报 好理不爽 四十二民国不求自得 就是这个意思 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吗 一个人在悬崖上堕落了 问释迦牟问阿难 你说这个人不上下落可能吗 阿难就说不可能 同样 你得问政法 通过一定的正常的手段去修行的话 不正果你可能吗 阿难也说 同样不可能 一个道理 这就叫因缘国报 好理不爽 我们正确理解 所以当我们超度我们的亡魂的时候 超度我们的冤亲债主的时候 你就做就行了 不要问他到底哪去了 超度他的作用是这样 如果说大家有信心 可以去寺院 比较正规的寺院 经常做超度的那些寺院 去参加他的遗归 功德是很大的 因为人家经常做超度 那么就是人家熟悉有正量 产生的功德大 响应的效果好等等 如果你真的没有因缘的话 可以自己在家诵经念佛回向 照常起到超度的作用 这样讲 能知道吧 所以我们刚才是讲的能超度 他的理政 能超度 我们知道的能力 能不能回派 看我 吃到的 有些东西 吃到的 吃到的 吃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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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